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自從疫情開關之後,港澳也多了很多人北上, 特別在香港每逢放假北上的人很誇張很厲害。 根據最新的新聞報導, 他們週六、25日竟然有30萬香港人北上,創了11月最高數字。 而南下的內地旅客自從上個月十一黃金週之後錄到17萬人次之後, 一直回落的昨天再次攀升,去到12.8萬人次。 但是這一個北上南下是有逆差,相差了17萬人, 即是唯有17萬的香港人已經上了大陸消費。 你可以想像得到,這樣消費法香港本土有多少消費力流了上去呢? 還有,這一個南下數字12.8萬來到香港已經是一個11月的新高。 而香港只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星期六已經是這麼多人上到去了。 這個數字的逆差其實相當恐怖。 不怪得香港那裏有不少商家都在叫苦連天。 原來現在除了在北上南下出現大逆差之外, 竟然是透過這個北上有一些新的商機出現了。 和大家看一看,集中在山姆超市。 有些山姆超市的代購竟然是遍布全香港。 有人甚至乎是自己的店鋪變成這個山姆代購的門市。 亦都有人推出這個豪華山姆團, 360元就可以包架車接送你香港和山姆。 我們一起看看這些新聞內容說些什麼。 你看到新聞報道就說到現在市面上山姆熱潮之下, 就衍生了一個逆向代購潮。 這個逆向代購潮其實不止香港有的, 澳門都有。 不過澳門出大陸比較方便, 和澳車北上也都方便些。 就變了這個商機, 就沒有香港那麼誇張。 但香港現在這個山姆熱潮衍生了代購, 有跨境包車和運貨服務。 而且, 全港18區都有很多小店鋪加入代購戰線, 托闊客源, 變成山姆香港的門市。 而其中一個逆向代購團的負責人李先生, 是首批看到山姆相機的香港人。 他就在今年的8月開設網上群組, 經營山姆產品代購服務, 半個月已經累積超過2,000人加入。 最初就需要每日開這個中港七人車北上大首入貨。 亦都借用拍檔的凍獄店做門市取貨店, 甚至還要租多個舖位做貨倉。 香港道是無端端, 一千多人叫你幫他買東西, 沒想過可以瘋狂成這樣。 當時8月和朋友去深圳玩, 去山姆買東西, 發覺當地的性價比遠高於香港, 他和朋友都滿了而貴, 當時他已經發現是一個商機。 三個朋友行完之後, 各自都買了幾千元貨回香港。 原來這個李先生本身是做工程的, 所以就擁有這個中港牌的七人車。 他亦都提到, 當時訂單需求量極之大, 每天早上都要開車到山姆超市買東西, 然後那些單多到應付不到。 而他為了增加客戶的信心, 亦都借用了拍檔的舖位去做交收貨店, 有一個實體舖和人做交收, 令到客戶更有信心。 現在他就已經租了一個吉的舖做倉庫, 增加了山姆產品的存貨量, 令到他不須要再每天不上入貨。 李先生講到, 代購生意佔了九成的訂單, 都是食品為主。 而山姆產品之所以受歡迎, 除了份量大, 還有價錢便宜過香港一大截。 很多山姆食品在香港超市很少見, 令到人覺得很新奇。 而他亦早過比較, 有一個女顧客專程過來買了一盒四包韓國冷凍餃子。 這種餃子香港都有得買, 山姆的價格年代購費只需86元, 但是記者去到香港超市價格, 發現同樣產品一包要40.9元, 減價也要33.9元, 而代購其實一包只不過是21.5元。 價格差距相當大。 他亦都說到, 說山姆超市是有不少戶外露營用品, 他曾經按照顧客要求代購一個燒烤爐, 而這個燒烤爐在香港買要3800元, 同樣款式, 半價也要1900元, 但竟然在山姆買一模一樣的產品, 只是需要500多港元, 是幾誇張的一件事。 他做這個代購其實賺到幾多呢? 他提到, 原來他同行做代購, 是不論貨品的大小重量, 一律就收取全單價格兩成手續費, 用這個手續費就去幫補北上採購的汽油費。 他又說, 一包大約30元人民幣的韓國蝦片, 如果收兩成手續費就只能夠賺6元, 如果他是入貨一萬的話, 他就賺2000元左右, 他就做一個薄利多少, 但利潤仍然相當可觀, 而這個山姆效應甚至乎衍生一個豪華山姆團出來, 在360元就可以包車接送。 其實這個包車接送都幾誇張的, 按照新聞所講, 有記者報名參加一個一人要價360元的豪華山姆團, 3-4人成團, 包一台中港車北上, 就去到深圳前海的山姆旗艦店。 而根據了解, 豪華山姆團每日可以開上五團和下五團一共兩團, 上五團早早9點到下午1點, 下午團下午4點到夜晚8點, 就星期一開到星期日。 去年屯門元朗天水圍, 九龍港島都在服務範圍內, 但港島就需要另外加價100元港幣。 而這些中港車司機已經有山姆會員卡, 他去做領隊, 負責帶你入山姆超市。 不少未去過山姆的香港人報名都是為了探路, 不少人參加完這些豪華團後, 就立即搞會員卡成為山姆超市會員。 其實一張卡除了本人之外, 只能夠帶三個成年人入場, 而且付款時亦都需要有遲卡人在場。 而他辦卡流程亦都相當快, 大約五分鐘就可以了, 你只要拿回鄉證和內地手機號碼就可以了, 一般美元卡的年費是260元。 甚至乎山姆的員工亦都提到, 說香港人來到他們那裏消費好奇怪, 一見到價錢牌, 個個都指著在那裏笑, 說東西便宜過香港好多, 而且有大份。 有些股客也提到, 這裏有些東西你買回去, 是價錢差一半以上的, 這些負責豪華山姆團的中港司機亦都說到, 現在竟然就開始出現不少 北上鮑豚團去深圳前海山姆旗艦店的7人車, 但這7人車都只能夠接4人單, 因為要載的貨物比較多, 來匯就要1400元, 4人分350元港幣, 這個山姆團大部份的費用其實都用在車費。 原來這一個這樣的山姆入侵已經成功創造幾個不同的商機, 甚至乎有人靠著代購山姆, 亦都開了一間店鋪, 其實這一個這樣的動作相當之恐怖, 而且香港有沒有可能開到山姆或Costco這類大型超市呢? 應該比較難, 因為他們佔地很大, 香港全金赤土, 哪有地給他這樣建發呢? 就算建了, 那個成本都去到租金那裏, 完全是沒什麼機會能夠開到這麼大型的超市, 所以這些這樣的山姆團、代購團是挺有得做的。 還有, 現在其實整個市況逆轉了, 大陸可能有不少的產品服務已經是超越了香港的, 澳門, 所以現在是衍生了一些反向代購, 以前人家就來香港澳門買東西, 但疫情三年, 他們可能在產品服務上有所提升, 就變成現在我們是會在上面買回東西做回代購下來, 其實都幾諷刺的。 今集和大家先看到這裏,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